大家好 我是Nutasha 我今天想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所創的社會企業 那間公司的名字叫做BCI Rabbits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為什麼會想要創立 然後還有整個過程是怎麼樣 以及我們今天走到哪裡了 其實在這一切發生之前呢 我做的事跟柬埔寨跟工藝完全是沒有關係的 我在去年四月之前的兩三年之間 我都是一個股票分析師 我在外商投資銀行服務了一會兒的時間 但工作的過程中我不停的在問我自己 難道我人生的意義就是不停的幫有錢人變得更有錢嗎 雖然我的薪水很好雖然大家都很羡慕我的工作 但我一直覺得心裡非常的不踏實 但是更糟糕的事情是 我不知道我自己除了當分析師之外 我還可以做什麼 我不知道我的熱情是什麼 我不知道我到底擅長做什麼 但我那時候就想 要是我繼續在這工作下去的話 我永遠不可能改變了 所以我在去年四月的時候 然後我就決然地辭職了 那時候我也真的不知道我自己要幹嘛 那在音樂機會的情況之下呢 我發現有一個柬埔寨職工團 於是我在辭職之後我就花了一個半月的時間 在柬埔寨職工 小朋友的肋骨在CNN或BBC或網路上 可能是常常看到的一個照片 但是當你走在路上發現滿地都是這樣子的小朋友的時候 是非常震撼的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第一個行程 去去一個小學 做拜訪還有送物資給他們 然後我們遊覽車剛到達的時候 我們什麼事情都還沒有做 我們就只下車而已 就看到全校的小朋友課都不上了 全部都跑到大門口 然後排成兩列 大聲地叫啊 然後一直鼓掌歡迎我們進去 然後那時候我就在想 我到底何德何能可以贏得這樣子的熱烈歡迎啊 我什麼事都沒有做欸 然後我忍不住繼續想 我到底做對了什麼事情 可以讓我生長在台灣這個富裕的國家 也有非常好富裕的生活 而他們做錯了什麼事 為什麼必須要在柬埔寨過著 困苦 一天只能賺兩塊美金的 家庭生活之下的 看起來很可憐的生活 所以這個天生的不平等 讓我一直不停的在想 這到底這世界上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在我在柬埔寨那個半月的時間裡面 我主要是在一個孤兒院 叫做BCI 孤兒院那邊服務 那時候我第一次到BCI的時候 這一個小女孩 很正 她跟她的姐姐看到我就馬上 跑過來抱住我 超緊的抱超緊的 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 什麼叫做無條件的愛 我們語言完全是不通的 她根本不會講英文 但她就是用力的抱著我 然後去她的小櫃子裡面拿了所有 她覺得最寶貝的豬豬 手鍊啊項鍊什麼就送給我 因為她真的好喜歡好喜歡我 無條件的 旁邊這個小朋友 她的名字叫Pick Day 她很會畫畫她以後想當一個畫家 但天曉得她有沒有機會 她畫了一隻兔子 這是我們現在的LOGO 那時候那個院長其實他也蠻機靈的 他知道他們自己情況很糟 所以會想一些方法 幫自己有一些穩定的金流募款 這樣子不是只是靠小朋友穿得很破爛 撥取別人的同情來請光光給他們錢 所以他想了一個方法就是把這個Pick Day小朋友畫的兔子 把它印成T-shirt 然後放在故事院那邊賣 但因為那個故事院其實地理位置是很偏僻的 所以一般沒有外國人是沒事會到那個地方去 所以事實上他們的T-shirt的販賣情況也是非常糟糕的 然後那時候我也快回家了 然後我就心裡想 我回家之後 不要就是把這一切當作一場夢 然後好像跟他們完全沒有關係似的繼續活我的人生吧 我一直在想到底有什麼方式是我可以繼續幫他們的 於是我想那剛才我是幫他們賣T-shirt好了 反正我也不知道什麼別的方法 然後那時候我就從那邊 拿了40件這樣的T-shirt回來 我也不知道到底賣不賣得出去 但是40件很重我總自在是把他帶回來了 然後我找了我一個很好的朋友當我的partner 他寫網站 我說故事 B-side rabbit是這樣開始的 我們上線之後的第二天吧 就全部賣光光了 超級供不應求 我自己也嚇到覺得好感動好感動 然後開始想要從柬埔寨 B-side rabbit拉貨 但發現從柬埔寨進貨 困難度實在太高了 所以我們就開始在台灣製作 既然可以掌握那一個生產者 所以我們開始對版型 對質料對印刷非常的苛求 我們想把B-side rabbit做成一個時尚品牌 不是只是一個靠愛心來活下去的一件事情 然後賣雷鎮之後 我們開始做一個大膽的嘗試 欸應該有個影片 喔這裡 欸 給他寫 朋友 B-side rabbit 將小朋友們畫的圖案做成T-shirt 讓小朋友們借由創作幫助自己 現在他們可以利用自己的話幫助其他人 每個月 我們會和一個不同的非營地組織合作 用小朋友們的話設計出當月的主題T-shirt 我們教他做每月兔兔衣 每款兔兔衣都儲回銷售一個月 之後就再也買不到了 你沒買一件兔兔衣 當月的合作組織就會從中獲得221元的贊助 除了成功募款之外 也藉由T-shirt 讓更多人關注這個議題 買件新衣 表達你的新意 BCI rabbit 我們做的嘗試就是 我們開始不只是幫柬埔寨BCI孤兒院 我們開始每個月幫一個台灣的非營地組織 幫一個不同的弱勢團體發聲 我們幫他的方式就是 每個月我們會推出一個不同的設計的T-shirt 而那個設計的圖案 都是由那個柬埔寨孤兒院的小朋友所畫的 我們會每個月賣這樣子的限量T-shirt 目的就是要幫那一個非營地組織募款 並且把他們的故事說出去 這個狗狗衣服是我們上個月的作品 我們跟台灣動物社會合作 這個月我們跟一個台東的非營地組織 叫做孩子的書屋 他們是一個幫助部落小朋友的非營地組織 所以我們會幫他們拍個影片 然後賣T-shirt 然後並且把部分的錢捐到他們那邊去 曾經有人問我說 你要募款嘛 那你幹嘛這樣花費一大堆的事情 然後還弄網站啊搞什麼鬼的 然後就是募了幾萬塊 你幹嘛不直接就去求一個有錢人 然後跟他說拜託你給我五萬塊 然後就捐過去就算了 這不是顯示的多嗎 但我覺得重點是在於五萬塊一個人知道 還是五萬塊五十個人知道的這個差別 如果我們真的要做一些改變的話 群眾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而不是只是在那個金錢的數字上面 我最近看到一個句話 我覺得非常可以代表我們BCRV的精神 就是要改變世界不是一個人做很多事 就是很多人做一點點的事情 謝謝大家 謝謝